再来关心到台川平和社区的回丘银行 对的心态和这万神经的筹码 都已经好的补有性格 但是不告诉说 日前这两个红台和回丘银行 真重要的这个水线来登起 平和社区不得意 就是自己请这卡托机来做情理 这顺利会获得这回丘银行的水线 透过的商品 可以看到这卡托机在在做情理的工作 这是红台过后的情形 这条银银是回丘银行顶面的银银 回丘银行水管都是从这里来 想不到红台和这个观光消息都失去了 最难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段断掉 而且它是被买在土里 那我们只好要请我主机重新开华 所以这样费了几天的工夫才做 我已经今天已经找了第三天了 因为昨天已经找到大概位置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用人工开华 只好今天请挖土机来全部开华一次 还要挖土机 一定要用挖土机 因为它这个管线太长了 而且我们会把整个行水区挖出来 因为我们怕这个现在已经雨具到了 如果是又有台风来的时候 整个泥沙带下来又更严重 所以我们势必要把整个行水区 把它那个挖出来 并和下枯理事长表示 在红台过后 当地农民的水国都回来了 作为农民灌溉最困难 民众不得意 只好自己想办法修好 民众也希望这个政府 在进行搜索的时候 可以考虑到这个水路的问题 减少顺海进行 我们是希望那个 就是大概几年的一个输尽的动作要做 那当然我们也肯定政府这样的作为 但是输尽的方式我觉得有在上线 而且我觉得你还是要有一个原本的 你要观察到这个整个河床的行水区 不是说把它全部都挖平就好了 因为它现在是整个泥土都流下来 对对对 它是从上头 你看这个带了多少泥沙下来 刚好这次的台风来了带了这些雨 然后整个那个淤泥都下来 那听说民众的设施也损坏 对啊 因为很多管线都断掉了 对啊所以我们只好也只能自己认了啊 经过当期的努力回出银行 现在是很多民众 效价会进来参观的一个地方 在在社区资金的努力之下 现在这个水管已经太好 社区经理事长过准硬也表示 这个客户只是做成立的工作 并没有製造这个投资 太好并且开出这个水路 是为了带来进行这个便利 中西西门 扣索玩 带穿波等 还没留着呢